再见 美丽期限 爱漂亮没有充电 这种完美的情节 人不爱美天诛地面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Am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就像蔡依林歌词里面所说的 人不爱美天诛地面 夏天要到了 身边有些说很多爱美的小仙女 其中有一个小仙女呢 是我们一个粉丝 她跟我说 她看了我们学英语方面的视频 非常的喜欢 她想多学一些英文单词 来帮助她海淘 我就决定做了这样一期 关于服装词汇的一个视频 来帮助大家了解 各种服装的英文词汇 然后我今天总共会展示六套服装 这些都是我自己买的 不是商家赞助的 我也希望他们能赞助我 然后都是我平常穿的一些衣服 这些服装的那个价格 都在五十美金以下 所以算是非常平价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个视频 下面我们来进入正题吧 在我跟大家介绍这六套衣服之前 先给你们说明一下 我会在这个视频里标出 它的衣服的牌子 所以你们可以方便去找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套 Dress and Hills 也就是连衣裙配高跟鞋 像这套粉色连衣裙呢 是一个非常优雅淑女的风格 非常的适合约会 或者去参加一些聚会 party什么的 我去年生日派对的时候 就穿了这套 这个粉色呢 你可以搭配一个手提包 浅色的那种米色呀 或者淡黄色都可以 或者是那种鞋款包也行 然后整个人穿起来 看起来非常的青春亮丽 看完了连衣曲 我们来看第二套吧 这是Rumper and Fleet Floss 也就是连体衣和人子托 这套呢非常休闲舒适 很适合去海边玩的时候 戴个墨镜拍照那种 然后对于这个连体衣 除了像这种类型的以外 我还要给大家分享 另外两个单词 一个叫Jumper 另外一个叫Jumpsuit Jumper是什么呢 就是背带裤 我们可以一起看看 赵令的这一张 他这一身打的就是背带裤 也就是Jumper 然后至于Jumpsuit呢 是另外一种更成熟的风格 我找了一张杨密的图片 他这一身穿的就是那种 更成熟更酷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这三个单词 Rumper Jumper和Jumpsuit 都是表示连体衣的意思 希望你们下次再找连体衣的时候 最三个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搜索吧 哈喽欢迎回来 我刚刚去换了一身装扮 现在我们来介绍第三套衣服 这个是T-shirt shorts and sneakers 也就是T恤衫 短裤和球鞋 像这一套呢 就是非常的百搭 就是各种休闲啊 那种怀事的 非常适合你比较rush 比如说你早上洗碗了 你想出去出个门 搭这一套 是绝对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但是它并不是很适合去正装 比如说去面试 那肯定不适合 博实我平常非常喜欢穿 就像我今天刚刚换的这一套一样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套衣服 T-shirts, skirts and sandals 这一套呢是一个T恤加短裙加凉鞋 这样一个配的清新可爱的风格 我相信会有很多女生平常也这样穿 非常适合夏天出去玩 也适合约会也可以这样穿 就是稍微休闲一点的那种 约会风格 打扮的比较可爱 下面我们来看第五套衣服 就是T-shirt, leggings and stickers 也就是T恤衫衫,紧身裤和修鞋 或者运动鞋 然后像这一套呢是我在美国这边在校园里面和街上经常看到人这样穿 像这种leggies它看起来比较贴身 身材一点的骨雷 比较适合 一年四季感觉都可以穿 你也可以买那种短一点的款 这个是全身款 还可以穿到健身房去健身上 配一个sport bra就可以了 非常的适合 你就随便想出去散当步啊 转右一圈 看起来就是特别休闲 很实用的一套 终于到了我们今天视频的最后一套 也会是第六套 是T-shirt, jeans and stickers T恤衫,牛仔裤和球鞋 像这套呢 你可以注意到我们这套牛仔裤 它就是上面有两个破洞的 还挺大的 有的人喜欢把里面再穿一个那种网格状的袜子 看起来特别的时尚 也可以配高跟鞋的这套 但是我这样配呢 就是一种很休闲 也是休闲风 然后你出去玩可以穿 我在学校里面也看到学生也这样穿的 感觉是一个非常实用 非常百搭的一个 好了 今天六套衣服全部展示完毕 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些搭配 然后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呢 这些衣服都是非常评价的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都是我在Ultra State Forever 21 这些美国的停价店买的 如果你们对某一套衣服 或者某一件衣服非常感兴趣 可以在那个comment section留言 我会尽最大努力 帮你们找到购买的链接 因为有的我可能很久以前买的了 不知道它现在还有没有款 不过我可以帮你们找类似的款 然后接下来我会做 跟这个系列的我会做一期有关 美国的那个服装店实体的一个面貌 然后做一些今年最流行的一些款式的介绍 以及怎样更省钱的在美国买到好的衣服 也可以帮你们海淘 好了 谢谢大家看我的这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